2020年最后一个月是能量转变的关键时期,地球正在从业力法则时代转向意识合一的恩典法则时代,扬升能量的高频与当下外界环境的低频在产生着强烈的对冲,你可能会有强烈的不舒适感,如果有的话,就不断深呼吸,放松身体。 给予我们的启示是,诚实对待当下内在未清理好的部分,不断回来看自己的内在感受与自己和解,安住当下。 你需要不断地待在内在的和平之中,不与负面的人事物纠缠,可以多听高频的音乐,让意识与身体同步提升,平静自己的内心。 在能量转变时期,进步或混乱都会加速,而一切都取决于你在每个当下的选择。